MasterCard作为金融科技中支付网络行业的龙头企业,在过去十年有着十几倍的涨幅。 虽然在去年公司跨境业务减少了21%,但在后疫情时期为何仍旧看好MasterCard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MasterCard至今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,其创新精神贯穿了MasterCard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。 身为一家科技公司,MasterCard投资介绍全球最快捷的支付处理网络和各类突破性的产品。 巨大的市场与稳固的规模效应,使得金融科技这个赛道跑出了MasterCard这类表现优异的大牛股。 纵观全球支付行业,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数据,2019年全球支付行业的总规模为2万亿美元。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,2020年全球支付行业收入下降至1.9万亿美元。 经历一年的挑战后,2021年总规模又回升到2万亿美元。 由此可见MasterCard所在的行业一直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和良好的市场预期。 MasterCard制定了支付网络中的各种规则,笼络更多的买家和卖家的加入。 如同构建出城市复杂的交通一样,使用这条交通的买家和卖家就需要给这位交通建造者MasterCard留下过路费。 当这条交通路线设计的区域越多,过路费也会随之上升,自然MasterCard的营收就会增长。 这样一百万例的商业模式和不口动摇的行业地位也给MasterCard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。 即便遭受了疫情的影响,2020年MasterCard的第二季度业绩仍然超出了预期。 MasterCard的2020年与2019年财报对比可以看出,虽然只有跨境业务减少了21%, 但是股价的恢复却依旧不尽人意,尤其背景环境还是美联储大放水的宽松政策。 其实导致股价恢复不及人们预期的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的不断反复,对跨境业务的复苏是十分不利的。 但也正因如此,跨境业务复苏的时间拖得越久,在后疫情时代,当跨境业务复苏后,人们的报复性消费也会更高, 对于MasterCard的股价刺激也会很大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03-865-8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